CVT變速箱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主要講 其實音質是Dr.Eve Dr.Eve 音質是學堂 第二集他來了 這次我們來講解CVT變速箱 其實說到CVT變速箱 很多人應該覺得說 它開起來比較滑順平順 沒有那種換檔的抖動感 但是有些人會覺得 CVT變速箱 你不能大腳去吹它 否則很容易損壞等等一些想法 但是我必須說 其實世界上沒有東西是不會壞的 有時候東西會損壞 當然可能先天設計有一些瑕疵 但是常常是因為後天的一些使用狀況 甚至錯誤的操作 才讓它加速它的損壞 就像CVT 有些人他可以開個2-30萬公里不會壞 但是有些人 可能5-6萬公里的究竟損壞 就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所以今天我們要透過CVT的結構方式 跟大家分析解說 它是什麼組成 怎麼作動的 甚至CVT變速箱 還有分鋼鏈式跟鋼帶式這兩大系統 最後我還跟大家Echo一下 駕駛CVT變速箱 必須要什麼樣的方式 甚至有哪些事情是 你擁有CVT變速箱 絕對是不能操作的方式 好讓擁有CVT變速箱 車主的你 可以開得更為安全 可以開得更為長久 影片開始之前 也請大家幫我們頻道 訂閱之中起來 有你按讚訂閱之中分享 都是給我們最好支持鼓勵 因為DOTW的通關短題 持續翻證中 如果你想要支持購買的話 在下方說明欄都有連結 再請大家多多支持幫忙一下 其實這次我們DOTW的 音知識學堂CVT的專題 要感謝五谷的新世紀 汽車變速箱 由它們來提供這些的硬體結構 甚至專業的知識分享 可以讓我們更為清楚了解 直接CVT的一些作動原理 甚至你要如何小心使用CVT變速箱 一些特性 所以如果你今天你車子 有關於任何變速箱的問題 或是需要保養更換 或是維修的話 都可以來找最專業的它們 CVT變速箱重點一 什麼是CVT變速箱 其實從CVT這三個字的英文說起來看 分別是Continuous Variable Transmission 就是連續無段多變的意思 其實我們要來看 一般的自排或手排變速箱 它們都有檔位 但是檔跟檔之間你在換檔的時候 因為轉速落差 然後甚至一些轉速的不同關係 所以會造成一些頓挫不順暢的感覺 但是CVT變速箱 它就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它是沒有所謂的 很多檔位在這種限制 它幾乎是無限檔位 它可以去模擬出 更多各樣的檔位持筆 所以它換檔的時候 會給你那種非常柔暢 非常順暢的感覺 所以我們才會說 為什麼CVT變速箱開起來非常舒服 跟自排變速箱 它是手排變速箱 差別很多的主要原因 CVT變速箱重點2 組成元素介紹 其實CVT變速箱的組成元素 非常簡單 它只要透過兩個變速追輪 跟中間負責傳遞動力的鋼帶 就可以達到變速的功效 因為傳統的自排變速箱 或手排變速箱 它們都有檔位配置 所以你的檔位越多 就代表說你的齒輪也越多 如果你今天是一個7檔 9檔變速箱 就代表說你的齒輪就有7組 甚至10組之多 就代表你的製造成本就會很高 然後你的變速箱體積很大 很重很耗油 但是CVT變速箱的組成元素 就是那麼簡單 而且它重量也比較小 並且它可以依照你的行駛環境 快速去調整你所需要的轉速 例如你要起步加速時 我立刻給你變速最大的齒輪比 讓你加速很有力 或者是我今天高速巡航的時候 我會讓你的油耗變低 所以我就給你一組比較小的齒輪比 讓你轉速降低 會變得更為經濟省油 CVT變速箱重點3 CVT是什麼變速的 其實要講解CVT變速之前 我們來講解一下 尋常手排變速箱等等 這些變速箱是什麼變速的 首先如果你今天是在1檔檔位的時候 你要換到2檔 這時候換檔波差 會把你中間的同步齒輪 往旁邊波出去 然後波到2檔 這時候就可以換檔動作 但是我們都知道 因為齒輪大 換到齒輪小的時候 它會有轉速落差 會有一點不順的情形 當然現在因為變速箱齒比越來越多 所以之間的落差也越來越小 當然也會越來越平順 但是CVT變速箱 它之所以可以做到無斷的境界 它是將變速追輪 用油壓方式 把它往中間夾緊 或是放鬆的方式 來做出變速 這樣講大家或許比較聽不清楚 我們用鋼帶放下去 大家可以更為清楚了解 知道 你可以看到現在鋼帶 現在是在最下面的狀態嗎 如果這時候我們把這邊夾緊之後 你會發現夾緊之後 鋼帶就會開始往上跑 往上跑 從側面看 原本的齒輪是這樣子 這時候一擠壓之後 它不是就開始逐漸放大 放越越大 這時候如果轉速降低的話 它就越越小 所以它就可以做出 很多組齒輪大小的狀態 當然就可以模擬出 極加速的時候 我就給你齒輪變得很大 然後我今天要高速巡航的時候 我就可以縮減 讓你變很小 這樣感覺 而且它的作動方式 全部都是靠電腦去設定 這電腦就可以設定出不同的油牙 來夾緊它的變速追輪的力量 你油牙堆越多 它夾得越緊 然後你的齒輪就被放得越大 油牙越小 它就可以越縮越小 然後就給你比較經濟省油的狀態 但是說到這裡 有些人會說 可是我的CVD變速箱 它也有一檔二檔 甚至什麼七檔八檔 但是主要是 因為它為了要給你 更為自主的抄下樂趣 所以它用電腦去模擬出這樣的段位 另外我就以摩托車 速克達的變速系統 來做舉例好了 一般我們想要把它轉速 比如說盯到5000轉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透過我們的黃金右手 去控制油門來調整它的轉速 但是沒有那麼精確 主要是因為摩托車的變速 它是由普利豬去做出 從內到外這種物理式的調節 所以並沒有辦法那麼精準 反觀像汽車用的CVD 變速箱它就可以用油壓方式 多就夾的多 然後可以讓你齒比變得比較大 然後或者是少一點油壓 讓你夾的比較沒那麼緊 齒輪比就變比較小 來調節出不同的檔位的設定 CVD變速箱重點是 鋼鏈式跟鋼帶式有什麼不同 其實CVD變速箱還是可以分成 鋼鏈式跟鋼帶式兩種 我們先以比較多車廠採用的鋼帶式來說 其實鋼帶式你可以發現 它是以中間這種像人質造型的架構 搭配旁邊這種薄薄的這些鋼片 來做組成 這個人質型的一些金屬結構 它是把這些鋼片一片一片的 夾得緊緊的 來做出一個傳遞動力的設定 另外它的變速的方式有一點不同 我們都知道這個鋼帶是放在變速追輪裡面 所以它會這樣推擠 推出去的方式來進行變速 所以它非常注重旁邊的一些摩擦力 它注重起來其實也是最為柔暢順暢的 不過也是因為它的結構比較緊密 但是它組成元素比較簡單的關係 雖然它運作起來會非常的柔順柔暢 但是它卻無法對應大動力的一個先天的問題 所以我們以前常常說 開CVD變速箱 你不要突然大腳油門 就是這樣情形 因為突然大腳油門之下 突然瞬間變速 可能造成這個皮帶瞬間緊繃的情形 而超過裡面的鋼帶的耐用度 所以造成斷裂的情形 所以鋼帶式變速箱 多半是對應在一些小動力的車款上面使用 另外一款叫做鋼鏈式 其實鋼鏈式所採用的車廠 像是奧迪、SUBARU 甚至現在的Nissan 也是這樣採用這樣設計 這鋼鏈式其實從側面來看 你不覺得很像打檔車的鏈條嗎 沒錯 它其實就是把這個鏈條 一條一條一條的串在一起 然後組合而成 你想喔 如果你今天傳遞的動力的媒介 是從這種一小片一小片的鋼鏈 變成一條一條粗粗的鏈條組合成的話 這對應的強度不就可以更高了嗎 所以你會發現喔 像是SUBARU的車款 即便是WX Wagon這種渦輪車型 他們還採用CVT的主要原因 就是因為這種鋼鏈式 它可以對應大動力 而且它的傳遞的動力方式 並不像是鋼帶是用推擠 它是用拉扯的方式 你會發現鋼帶是在拉扯的時候 它可以對應更大的動力輸出 所以它耐用度會更好 而且可以對應更大動力的車型 像是Nissat 什麼Atima 或是Actrail等等 這些新世代的車型 他們都採用這樣的設計 雖然這個鋼鏈式它的機構非常的醜用 但是它有幾個需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因為它彼此的間隙稍微比較寬一點 它並不像是鋼片式那麼緊密的關係 所以它運轉起來可能會有一些些的 一些作動的一些聲響 但是這些都是還可以在接受範圍之內 因為畢竟你可以對應更大的動力 你使用耐路可以更為提升 當然你可以用起來也可以更為安全的 CVT變速箱重點5 要怎麼使用CVT變速箱 就像前面所說 CVT變速箱的結構雖然非常簡單 它沒有像是自排或手排變速箱 雙離合器變速箱那麼複雜 但是它的檔位作動 都是靠變速箱油來達到 所以更換變速箱油非常的重要 如果你里程數到的時候 請你一定要準時去換變速箱油 而且因為它的檔位的控制 都是靠油壓的關係 所以它的變速箱的油溫控制也非常重要 舉例來說 現在很多新世代的CVT變速箱 它特別針對油溫去控制 我們就以比較新世代的車款 像是Nissan X-Rail所配置的CVT變速箱 來做例子解說好了 其實Nissan集團在這幾年 已經把Jelico給收並 所以它對於車輛的匹配可以更為獨到 像我們先前4架Akima的時候 就發現這個變速箱的反應非常好 至於在世代X-Rail的時候有這樣的感覺 它特別針對CVT變速箱的油溫進行控制 什麼意思呢 它在原本傳統的有機械式的變速箱油溫控制功能之外 它額外設計出電子控制的變速箱有蹦樸 所以當我們今天大腳油門激烈超加之後 我們這時候突然代速 然後原本要上升的油溫 可能因為你先代速 所以它沒有進行大循環來把你的溫度帶走 這時候另外一組的電子控制的變速箱由蹦樸就開始驅動 它把裡面的油溫可以自主的把它帶走 來降低裡面的溫度 當然對於後續的使用耐用度可以更為提升 而且更有保障 最後我跟大家分享一些使用CVT變速箱 一些小撇步 我先前有發現 就是有一些人開車的時候 他很習慣是前面紅燈的時候 還有一段路他就打成空檔 或是長下坡的時候 他覺得可能打空檔轉速較低比較省油 所以他就開始進入空檔狀態進行滑行 但是這個方式不僅危險沒有牽引力 重點是也會讓CVT變速箱的油壓瞬間突然變高 造成變速箱油溫迅速的提升 而造成變速箱損傷的動作 如果你是駕駛CVT變速箱的車主的話 你千萬不要下坡的時候 用空檔滑行 這樣子只會加速你的變速箱的損壞 另外一種狀況 就是如果你今天在地價停車場 你要開出去 然後前面剛好回堵 你必須得停在坡道中間的時候 你既然也不要用低檔模式 然後放掉煞車 讓車子的動力去讓車子定在中間的 這樣子操作方式 建議你還是確實把煞車踩緊 這樣子才能夠減少對變速箱的一些損害跟影響 這次大特的硬知識學堂講解CVT變速箱 針對它的結構作動方式 甚至它的鋼鏈鋼帶的兩種形式 甚至後續你要如何使用的方式 跟大家進行分享 其實CVT變速箱並沒有想像中 那麼如此不堪那麼不耐用 反而很多時候是一些操作方式不當 甚至保養方式不到位而造成的情形影響 而且汽車工藝其實是一日千里 不斷的修正改進了 以往就是CVT變速箱 可能因為先天設計的瑕疵關係 造成我們人們對著它不信任 甚至產生HIRE 但是現在CVT變速箱已經做出很多的改良改進了 甚至對應大動力或使用長久距離都沒有問題了 以上就大特有應知識學堂第二集 針對CVT變速箱的詳細解說 希望大家會喜歡 我們下支影片見